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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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源当中的祠堂一定是岭南文化最直接的体现 相信每一位老广人对祠堂都并不陌生 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没有来过广东的游客 对祠堂的概念就会模糊一些 祠堂主要就是古代的个性宗族 用来祭拜祖先或者他们开会议事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 就可以经常的听到或者看到祠堂的踪影 比如 祠堂是封建社会家庭观念特别浓厚的一个反应 那练习村也就是岭南印象园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 原来就生活着几大姓氏家族 现在保留下来比较完整的比如说这个霍氏宗族 还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陆氏公祠 这些祠堂的建筑几乎都包含着岭南建筑特色当中的三雕两宿 那这里面到底什么样呢 让我们一起进来探索一下 走吧 哇 这一看就是一个武术世家啊 两个字形容壮观 哎 你看我坐这块有没有那种武术道馆大宗师的感觉 哇 还有这宝贝 除去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建筑之外哈 印象源呢每天还会开办几场具有岭南特色的这种表演节目 比如说这个乐剧 省师 杂技等等 哎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啊 哎 快到时间了 我们去戏台那边看一看有没有节目演出 这剧呢又称广东大戏 自明朝的嘉靖年间开始 就在广东 广西等地出现 那它主要流行在珠江三角洲等广府民戏聚集地 是柔和唱作念打 乐视配合台戏服饰 抽象形体等等于一体的表演艺术 乐剧每一个行当都有各自独特的服饰打扮 乐剧也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内 在2009年 乐剧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 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好 那刚刚听您唱的真是特别的棒啊 所以就想来问一下您 从事乐剧表演大概有多少年 从事乐剧表演嘛 差不多有20年了 乐剧表演的话 就是从小要开始培养 还是如果后天我有兴趣的话 我再学也是来得及的 它一般是最好就是从八岁开始 都经过几年的系统的训练 然后经过几年的舞台的积累 才达到了那个表演的要求 那还想问一下您 就是您今天这个妆啊 也真是特别的精致 这个妆要花多久啊 一般我们自己花一个妆的话 大概是一个小时 那好 特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听完了乐剧啊 同样作为飞移的醒诗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错过 醒诗呢 是集武术 舞蹈 音乐等 为一体的大型传统艺术节目 来到岭南印象园呢 哪里都可以不去 但是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要不然这么多年的论语就白读了 走吧 孔子文化馆成为开笔破盟 人生实力的重要地点 这里定期会举办开笔礼 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善政的规范行为 孔子呢 曾带领他的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 晚年的时候修订的诗 书 礼 乐等六经 已经成为了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笔礼呢 一共分成十一个程序 比如说 郑医官 敬心灵 拜圣贤 开慧眼 鸣鼓训 学纸笔 许愿望 还有典龙经 谢诗恩 再有一鸣惊人和行功名录 那在孔子馆的门口呢 就有这样的一面大鼓啊 它是纯牛皮制作的 那一鸣惊人则代表着 我们要在这里用力的敲响它 你敲的声音越大 可能代表着你以后的成就也就越大 刚刚呢我们听了戏看了舞 那接下来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打酱油 在岭南印象园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家酱油馆 他们家的酱油啊 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他们家的酱油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一起来探索一番 走吧 我一进来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啊 就是那种酱油的味道 但是不刺激 你好 欢迎王林 你好 这我来看一看你们家酱油到底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看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后就特别好奇 我们的酱油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跟外面是有很大区别 比如说外面的酱油嘛 它现在外面的酱油 从工艺化上来讲 都已经是工业生产了 工业生产从生产效率上面来说呢 它是比较好的一个优点 对对对 但是对于酱油的口味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哦 这样 我们的酱油就是产用纯手工的量造方法 它这样酱油制作出来就是滴滴相存 非常好的一种酱油 哇 现在还有纯手工的酱油吗 是 哇 那这真是不容易了 但是效率可能也会慢一些对吧 对 效率就是特别慢 对 那价格相对来说也会比工艺的 它只是略高一点 略高一点 对对 哦 我看到很有特色 你看他们家的酱油 每个有不同的做的菜的菜系 你看这是蒸鱼的 这个是火锅的 我们看到还有炒盒粉的 分的特别细啊 这个设计感非常不错 那在这个除了这种制作的工艺上 它的比如说它的材料啊 它的工艺上有没有什么差别的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哦 传统的手工酱油啊 跟工业化酱油 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嗯嗯嗯 从量造工艺上面来讲 这里的话有六个步骤 写得比较清楚 第一步就是选豆 选豆的话就是把好的黄豆 然后把它挑出来 你先擦的质量不好的 就给剔除出去 哦 这样 然后蒸组 蒸组就是让黄豆慢慢的变熟 这样也是有利于它以后的发酵 它粮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嗯 它粮的话工业上 现在是用那种风吹机 直接把黄豆给弄来了 但是这样的话 就对黄豆本身以后的发酵 并不是很友好 哦 真正好的大自然的馈赠 现在不都说大自然的馈赠 是这样 就是这把黄豆 还是按原始的方法一样 摊在地上 嗯 这样的话黄豆自然而量 然后它的那个过程 也就会非常的顺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酱油的配料表 嗯嗯嗯 它的配料表只有大豆 水 食用盐 小麦 大米和白砂糖 是非常纯净的配料 都没有添加剂的吗 是没有任何添加剂 我真的是没有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只有这么几种最原始的材料 一点添加剂都没有 这样的酱油真的是比较少了 现在几乎都见不到 是几乎见不到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问 说那你什么都没有加的话 那你这个酱油的味道可以吗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这门口有一个酱缸 我可以跟大家演示一下 还有酱缸是吗 看一看 哇 您可以闻一下 是不是它的气味特别香醇 您可以闻一下是不是它的气味特别香醇 我是说你这个酱油的味道 但是我可以闻一下 但是我还这样的眼睛